孟晚舟案在美国是同通敌,可能涉及二项重罪,华为公主,该公司CFO孟晚舟因涉嫌参与计划,让不知情的美国金融机构与伊朗交易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禁令。 面临30年以上的刑期,台湾交大特聘教授林志杰博士指出,根据报上的讯息孟女士,可能涉及二种刑事犯罪,一是违反美国贸易禁制令之罪,她举家暴法为立家暴保护,并要求某人不可接近被害者,若行为人却故意违反家暴法的保护,并就构成刑事犯罪。 依据财务部外国资产管理室,OFAC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,所颁布的禁制法令,故意违反禁制令的自然人或企业是有刑事责任的。 最高可处30年,有期徒刑美国,既然已经规定禁运伊朗,一是伊朗为敌对国家,恐怖分子此行动,便已拉高至国安,国防层级位皆非常高。 违反禁制令之罪,有30年以上的刑期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这种军事紧绷的情况,违反禁制令去进出口贸易或运输,等于和通敌相同林智杰说,除了违反禁制,令可能构成犯罪进出口贸易需要的压惠,借贷,担保,都涉及金融机构报载。 从2009年到2014年,华为利用一家名为星通技术公司Skycom,Techo,的香港企业跟伊朗交易并与伊朗,企业做生意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。 在这中间,也涉及诈骗金融机构的问题,林智杰指出诈骗金融机构是联邦刑法的财经犯罪,也是重罪将面临30年以上刑期,且罚还可高达几百万美元。 美国没有连续犯,华为公主如果被判连续违反多变相关禁令,或诈骗金融机构依行为以罪下,行度合法基因都会很可观。 由目前所知讯息,并不清楚华为公主违反禁制令的内容。 林智杰建议开场,要注意的是第一,究竟禁运的范围有哪些相关商品范围为何? 第二则是美国法律的意外管辖问题企业,要了解并不是行为不发生在美国,就没有关系美国联邦刑法的意外管辖效率很强,只要和美国领域有一定的接触,都可能受管辖台湾是重要高科技代工产业。 林智杰说,目前只能小心,但小心,且要充分理解美国刑事法。 由于台湾的高科技产业,过往多紧注意专利诉讼,而专利没有刑事责任,所以对美国的刑事程序和法规很陌生。 所以面对美中贸易战下的刑事诉讼,难免会感到惊慌而且依据美国法规定,法人犯罪具有犯罪能力,且在程序上,没有维持肝末的权力。 最后林智杰也说,华为公主涉及的共谋违反禁制令共谋犯罪,也是台湾所没有的刑事犯罪太阳,因为共谋的成立只要与另一个人达成协议,且开始行动罪名就算成立。 以前台海面板页就在美国与大同样指控。 海面板页